我發現來這邊真的是要留一點肚子來吃它的火鍋 因為它的火鍋料選擇很多耶 我都已經忘記我到底是要來吃蒙古烤肉還是來吃火鍋的 每一桌都必拿這個珍奶 因為畢竟在外面賣的珍奶一杯可能都要五六十塊嘛 所以在這邊要喝回一本 果然他們家主打兩樣東西 專心做到最專精 烤肉跟酸菜把肉鍋 以口味來講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味道更勝一籌 不然是炒的香氣啊 它現在這個醬料搭配都蠻剛好的 重點是它有提供了九層塔 九層塔真的很加分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馬鈴主持人彥琳 今天我們這一集要來跟大家分享 蒙古烤肉吃到飽 那我先來跟大家說一下蒙古烤肉的形式 因為有可能看這部影片的外國朋友 可能不知道什麼是蒙古烤肉 但我其實第一次來台灣吃蒙古烤肉的時候 我也是發現 為什麼這個蒙古烤肉 它不是烤肉啊 它跟我想像的那種BBQ烤肉完全不一樣 它就是很像鐵板燒這樣子 把你想要吃的菜夾在一個碗盤 然後拿給師傅 他就幫你炒 那蒙古烤肉在台北呢 有兩家是人氣超高的 一個是大哥壁 一個是唐公嘛 所以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就要來試吃這兩家蒙古烤肉 到底哪一家的CP值更高 那我們就分兩天來拍好不好 今天我們就先拍大哥壁的 因為我們已經有定到位 那我們今天來到大哥壁的這一家呢 它是松江南京創始店喔 聽說在西門町有新開幕了一家 那我們已經定位了 我們就趕快上去用餐吧 走 好我們現在已經入座了 先來跟大家分享他們的消費模式喔 那這家創始店呢 它的價格其實跟西門店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用餐時間也不同喔 西門店那家呢是用餐120分鐘 那這家呢是100分鐘 所以西門店那家呢價格會貴一邊邊 那我們就來先跟大家說一下它的價格好了 因為它是吃到飽行事的嘛 所以平日午餐呢是429加一層服務費 平日晚餐呢是479加一層服務費 假日全天後呢是539元的 因為常常吃到飽大家都會問說 如果我一個人的話可以用餐嗎 這家可以耶 而且他還不休你10%的服務費耶 我覺得這點是蠻貼心的 那進來的時候呢服務生也會問你湯頭你要選什麼 因為它有四種湯底 那吃到飽的火鍋呢其實是鴛鴦鍋 你可以選兩種湯底 我們今天選的是麻辣鍋跟酸白菜 好我們先帶大家來到的是蒙古烤肉區 這邊呢有非常多的蔬菜還有肉品 待會呢我們就講我們想要吃的菜 有小白菜啊高麗菜啊豆芽菜啊等等的 然後它還有青椒耶還有蔥段 連鳳梨也有 蛤?鳳梨加在蒙古烤肉能吃嗎? 我看有些人可能甚至只拿青椒跟豆芽菜 就不拿其他的菜耶 洋蔥也是可以提味用的 肉呢它有豬肉雞肉羊肉跟牛肉的 因為牛肉我不吃嘛 所以我就拿豬肉跟雞肉 因為我擔心羊肉的味道會很重 所以我覺得另外一碗等下小邊拿的時候 我們就單拿羊肉好不好 拿好這份量呢再去調你要的醬料 醬料區也是有蠻多選擇的 調好醬料以後呢就可以拿給師傅炒囉 現在呢我們要來拿火鍋料 它的火鍋料呢也是還蠻多的 海鮮的部分我看到有蛤蜊還有蝦子 然後它還有魷魚耶 我覺得其實蠻有誠意的啦 然後一些基本的火鍋配料像貢丸啊 然後還有芋頭啊 這個也是一定要拿的耶 我真的很愛吃芋頭 水蓮這個有加分 因為它的菜呢進來有水蓮 主食呢它除了飯它還有王子麵 珍煮麵 我最愛的珍煮麵 每次吃火鍋一定要拿的就是豆皮了 那蔬菜的部分選擇也是還蠻多的 喔這個豆皮我也喜歡啊 兩種豆皮不管是炸的 或是這種生的我都超愛 我發現來這邊真的是要留一點肚子 來吃它的火鍋 因為它的火鍋料選擇很多耶 真的是比我想像中還蠻多的 我都已經忘記 我到底是要來吃蒙古烤肉還是來吃火鍋的對不對 你就先下一點料好了 因為趁在煮火鍋的時候 待會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它的熟食區 它的熟食區也是有蠻多選擇可以吃的喔 熟食區呢有小編最愛的白飯 白飯呢可以搭配滷肉一起吃好不好 等一下小編你就負責這一塊好了 那熟食區我看到有蜜汁雞腿 感覺可以拿一點來試試看耶 然後它也有炒食蔬 還有烘蛋等等的 這我覺得蠻有特色的 它是酸菜魚耶 因為最近很流行酸菜魚料理 除了蒙古烤肉 它還有麻辣水煮牛 所以可以吃牛的朋友的也可以拿這一道啦 然後它還有炸物拼盤 這看起來很特別叫四寶飯 有哪四寶呢 我看到有綠豆紅豆還有大豆 剛剛我以為這個掛包啊 是夾在那個蒙古烤肉的 原來它這邊有一個紅燒蹄盤可以夾上去的 小編已經做了 有加花生粉跟香菜啊 然後還有榨菜 還有豬肉 它其實豬肉是偏肥一點點的 剛剛大概等了三到五分鐘 我們的蒙古烤肉已經炒好了 我發現人潮越多呢 你等的時間就會越久 因為它是跟著那個號碼順序排的 那我跟小編呢 根本也拿了羊肉 還有雞跟豬的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好不好 其實醬汁啊 我也是隨便加 因為它有講說 如果你不知道要怎麼調的話呢 沒關係 每個都拿一匙就剛剛好了 我覺得我有煮差的天分 因為我的醬汁拿得很剛好耶 如果你喜歡爽脆口感的話 真的都要吃得多拿 再來是青椒 因為青椒的味道蠻香的耶 然後很多人呢 都會這樣子喔 炒過的肉呢 放上去 我覺得應該就會還蠻香的 喔對 洋蔥也是要多拿 因為我覺得洋蔥的甜味有帶出來耶 好 然後這樣包著吃 可能這一家的豬肉 我覺得品質還算不錯的 因為它不會說吃到 那個很重的豬肉的腥味啊 這樣的吃法真的蠻不錯的 但是這個燒餅啊 吃到後面 我覺得好像會有點那個 澱粉感比較重一點點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 那種融合豆漿那種燒餅啊 再更脆一點點的 澱粉感不要這麼的厚重 這是小編拿的羊肉 我也來試試看好了 看一看羊肉 它有沒有那個腥味喔 但我現在這樣聞啊 我覺得還聞不出羊的味道 因為我放很多大蒜 喔 我發現這個調料也蠻好的 因為小編可能拿很多大蒜 大蒜有蓋掉羊的本身味道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羊燒味 還是可以吃得出來的 而且我覺得它肉的那個厚度 切的也是還算剛好 沒有說到很薄 或是說切太厚啊 要咬不斷 還算OK的 我們自製了一個掛包 試試看啊 剛好小編拿到的都是瘦肉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它的瘦肉的部分 沒有我想像中的柴耶 它的自助爸沒有讓你想像中 是那種假抽爸的菜色 有符合水準的耶 就是沒有降低那個要求的力量 那熟食 因為我們沒有每一道都拿 我們就擔心說吃這麼多 會肚子很飽 所以我們就拿了一些 我們自己想吃的 像這個酸菜魚有沒有 這也是在它的粉絲頁看到 好像是最近的新菜色吧 我猜 它這個酸度啊 剛剛好之外呢 也不會說到很鹹的那種 我覺得酸菜魚大家可以多拿 很好吃 而且你一定要搭配他們家的白飯吃 雖然說我覺得白飯真的是很多餘的 因為白飯真的是會讓你吃很撐的啊 但可惜就是 它少了一個辣味 因為它那個酸菜魚的應該是不辣的 它應該是想說符合大眾吧 畢竟台灣人也不太能吃辣 所以它這個酸菜魚呢 是只有酸味 是沒有辣味的喔 橙汁排骨也很厲害 它那個橙汁的甜味我自己也是蠻喜歡的 其實他們家的這個菜式選擇不只是多 我覺得口味也很符合我 是因為它沒有說太甜太鹹太重口味 那炸烏的部分我覺得就比較重規中矩 畢竟呢它是先放在那邊 可能你晚一點去拿就比較涼掉了一點啦 就沒有那個炸的香氣跟那個脆口了 湯頭我也喝喝看好了 它那個麻辣湯頭的口味如何 我覺得他們家的麻辣湯屬於濃厚細的 它雖然沒有問我們大中小辣 可是這個辣度我覺得對台灣人來說 應該也是偏小辣到中辣之間 那這個酸白菜湯也喝喝看好了 看一下它的酸度夠不夠 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呢 酸白菜的酸度要再酸一點點 我會更喜歡 因為可能剛才小辣是不是加了那個原味的湯頭 你好像有點稀釋掉它的那個原湯了 這個麻辣鍋應該是把食材下去 越煮會越鹹的那種 因為它蠻重口味的我覺得 另外我們來到港點區有小籠包耶 好我們拿一下好了 然後它還有比如說燒賣的部分啊等等的 謝謝 然後我也拿了一個奶黃包 我就差燒包也可以拿一個試試看 然後這邊也有小菜的部分 涼拌小菜 喔這個好寒式喔 那小籠包呢 我是蠻有興趣的 我試試看喔 小籠包呢 我覺得它真的火候 和時間都太久了 所以它整個皮呢 是有點糊糊的 如果不拿它的皮來講的話呢 它其實肉餡是好吃的 而且還有爆汁這個香氣 翻到後面看到 它是跟這一家的點心品牌合作的 叉燒包是這種比較港味的 蜜汁沙燒我覺得大家可以拿 因為它還有吃到那個沙燒的那個肉的口感 我覺得如果你們想要轉換一下口味啊 可以去涼拌區拿這個泰式風味的小菜 這涼拌小菜我覺得蠻開胃的 看透水果也都幫各位準備了 所以待會吃完呢也可以拿水果來做一個結尾 另外它這邊有甜品吃耶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甜品還真的是有蛋糕的 然後養樂多啊 還有布丁啊等等的 另外他們家的冰淇淋呢 是用小美冰淇淋的口味選擇也是還蠻多的 這邊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可以自製珍珠奶茶 然後你看它的珍珠超多超滿的 哇這個真的很邪惡耶 然後再來拿熱奶茶 加上去就可以自製自己的珍珠奶茶了 哇好狂喔 你會發現每一桌都必拿這個珍奶的 因為畢竟在外面賣呢 珍奶一杯可能都要五六十塊嘛 所以呢在這邊要喝回一本 但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撐的飲品 也是不要拿太多 欸我覺得他們家的珍奶是老人家會喜歡的味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幾乎沒有什麼甜味的感覺 因為可能那個珍珠本身就很甜很甜了 所以它的奶茶呢有把那個甜度降低很多 只剩下的就是奶味 它的奶味會比較重啦 如果以奶茶來講 它的奶味會重一點點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珍珠啊 也是蠻有水準的 容易說到太軟 但是也沒有想像中那麼的Q 我覺得算是中規中矩的一個珍珠啦 好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唐公的蒙古烤肉 那唐公最大的特色呢有兩個 一個是蒙古烤肉吃到飽 還有酸菜白肉鍋 它跟大哥幣不一樣 大哥幣呢有巴菲吃到飽嘛 就是琳琅滿目的要吃的品項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這邊呢沒有所謂的熟食區 所以呢你就專心吃烤肉跟酸菜白肉鍋 但我記得他們好像之前 2021年好像有因為火災嘛 然後又重新開幕 現在呢我們來吃的時候是試營運的狀態 講真的試營運啊 我覺得他們的人手不知道是不是不足 還是說動線沒有安排好 真的是相當的混亂 我希望9月正式開幕的時候呢 可以改善這些問題了 好那我們就先來跟大家說一下 唐公它的那個消費模式 它這個價格在試營運期間呢 是平日午餐的是558加一成服務費的 那晚餐跟假日全天呢 是698加一成服務費的 所以呢跟大哥幣比起來呢 它會比較貴一點點喔 然後兒童身高呢 如果是110公分到140公分呢 是半價的 110公分以下的兒童呢 就可以免費來吃啦 那阿登用餐時間呢是兩個小時的 比大哥幣呢又多了一點點的時間 畢竟它的價位比較高一點點嘛 那正式開幕的時候 聽說價格可能會有點微挑 我們就以試營運的價格為主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烤肉區的部分了 它的肉餅選擇會比大哥幣多一點點啦 因為它有兩個很大的特色 一個是鹿肉一個是櫻桃鴨 可是老闆說櫻桃鴨沒有了 啊好可惜 所以我們就吃鹿肉好不好 那我們就分開裝 我們就是這樣子拿三盤 因為呢老闆有說 肉能多拿就盡量多拿 那菜的部分我從這個角度看呢 有看到豆芽菜 空心菜 青椒等等的 喔它還有九層塔耶 待會也可以加上去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拿的這三盤 我們真的是盡量加傲加滿的 因為第二輪呢 我們就不會再來排了 不然真的擔心要等很久 這邊就是醬料區的部分 醬料選擇也是蠻多的 那它會告訴你 比如說醬油建議是一匙啊 然後蝦油二分之一匙啊等等的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這個比例啦 基本上呢拿好的時候呢 就直接把它擺在桌上 那師傅也會照這個順序幫大家炒啦 不過一定要在這邊等喔 因為它是沒有號碼的 不像大合格必是有叫做號碼 所以你要知道你拿了什麼東西 那這個是已經炒好的 應該是羊肉吧 鹿肉也炒好了 然後再來我們還有一盤是雞跟豬的 如果它會問你要吃什麼肉 我跟它說我們要吃豬跟羊而已 因為我們不吃牛 然後還有高麗菜 空心菜 丸子啊 還有燕椒 以及酸菜 酸菜的部分呢 它也是會提供這樣一盤給你 就是你可以跟著你的酸度去調整啦 還有豆腐以及冬粉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來試試看 另外呢 小餅也是他們家的特色 這個就是隨餐會附送的啦 那我們的火鍋終於上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 還蠻大一鍋的喔 那它這個火鍋湯頭呢 其實有先幫你放高麗菜還有芹菜下去煮了 待會酸菜呢 就自行加上去 剛剛發現啊 欸 酸菜 結果是老闆自己幫我們加上去了 好吧 應該是 老闆幫我們倒 他應該擔心我們 不會加酸菜 自己幫我們倒下去了 現下的火鍋配料 我也一起加上去好了 反正就是給他快速煮 真的長得跟那個台電力盡的 酸菜白肉鍋真的蠻上的 他的這個鍋啊 不管你是兩人 四人 六人 八人 都是這樣子一鍋 所以多人吃的話呢 我覺得 對他們來講會比較小鍋一點點 那我們兩人呢 對我們來講 可能就比較大鍋一點點 動豆腐呢 開始先加煮個20分鐘呢 會比較好吃 他這個豆腐就會吸入滿滿的酸菜汁了 他的丸子其實是提供兩人份的 你看兩顆丸子兩顆燕角 他的酸菜白肉鍋或搭配空心菜吃 我覺得也蠻特別的耶 那這邊是醬料區也是自取的 我們就簡單拿一下吧 欸這很特別 紅色的是什麼 豆腐蘿 喔豆腐蘿喔 好像可以拿來試試看耶 那這邊是飲料自助區的部分 飲料呢 就是有這些飲品可以喝的 欸那我來喝個冬瓜茶好了 不過我們有發現呢 這一家呢 唯一的一個小缺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沒有白飯吃到飽 因為我們家小便呢 他可以問我說白飯在哪裡 白飯在哪裡 沒有他只有冬粉 好好吃冬粉好不好 像火鍋在煮的同時 我們先來吃吃看這個炒鹿肉好了 如果以美味度來講的話 我好像更喜歡這一家的那個炒溝 還有他的那個配料杏香料 因為我覺得他炒的那個鍋氣是比較重 而且酒餐塔真的加分很多很多 因為整個吃下去 你會覺得 欸這也是外面那種 夜市賣的有沒有沙沙炒牛肉啊 炒羊肉那種 對沒錯 欸他其實味道很香很重耶 鹿肉真的蠻好吃的 我算是人生第一次吃鹿肉感 我覺得還不錯耶 不會有你害怕的那種很重的味道 我來試試看他們家的燒餅好了 好我直接搭配那個豬肉一起吃 我覺得唐公燒餅不僅酥 還有點脆口的那種口感 不會有澱粉感喔 唐公的燒餅真的很好吃 這是炒羊肉的部分 我們是搭配空心菜下去炒 這個配菜我們沒有放很多啦 因為我們想說羊肉最適合搭配空心菜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放什麼番茄啊 紅蘿蔔等等的 試試看他們家羊肉 酒餐塔真是炸到好處 因為酒餐塔可以蓋掉所有肉的腥味 羊肉就是要搭配空心菜 嗯 有爽配口感 真的 然後又加點辣 就有一點畫龍點睛的效果 白肉呢 我們看一下喔 他是切的相當薄耶 可見呢 他應該希望我們把重點放在烤肉 因為他烤肉的肉呢 肉片是切的比較厚一點點的 那我們就要先算一下這個白肉好了 這個放上去喔 我覺得大概10秒鐘就熟透了 因為他真的很薄 但是我覺得他那個油花還蠻多的樣子 我覺得應該也是還蠻好吃的喔 湯頭也一起來喝喝看好了 果然他們家主打兩樣東西 你專心做到最專精 烤肉跟酸菜白肉鍋 這個酸度很剛好 我們只加那一碗下去就這麼的夠酸了耶 就是這一碗 你看 我們剛剛以為酸度不夠 又剛剛拿了一碗 其實我覺得很夠了耶 這樣的一碗的酸度 雖然我覺得他切的很薄 但是你放進去口中 你還是可以感受到有那個肉感的 它的油脂是屬於比較Q 比較有口感咬勁的那種白肉啊 酸菜白肉鍋真的可以認真的好好吃一下 羊肉他一樣也是切的超薄的 但是他一盤的量呢 也是算給蠻多的啦 我拿起來是有重量感的 因為他想說我們兩個人 這一盤應該就夠吃了好不好 我們就先下一點羊肉 這我覺得應該也是幾秒鐘就好了 因為他真的切很薄耶各位 這個應該也是會蠻有口感的 你看他油脂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多 好我們就先來試試看他的羊肉會不會柴 剩一個五六秒吧 喔全熟了 我覺得煮湯的羊肉呢 羊燒味就比較重一點點了 可見剛剛的烤肉是把九層塔蓋過去耶 不然其實羊肉本身應該有羊燒味的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水果區 還有那邊是剉冰的部分 我們就來做一碗小剉冰好了 因為他們這邊品項沒有很多 所以我就有留一點點肚子來吃一下他們家的這個昏桂 他們家的昏桂 我覺得是比較黏 稍微有一點紮實的那種昏桂 好我們已經用餐結束了 來簡單跟大家分享 我們吃過了兩家蒙古烤肉的心得好了 第一家我們是吃大哥壁 然後今天我們是吃糖工 其實兩家都各有特色 我先說大哥壁好了 如果以CP值來講 大哥壁肯定就是獲勝的 因為大哥壁的菜色選擇非常非常多 而且最低400多元就可以吃得到了 真的是品項多到吃不完的 但是如果你們想要專心吃肉的話 以口味來講的 我真的覺得糖工的味道更勝一籌 因為糖工不管是炒的香氣 它現在醬料的搭配都蠻剛好的 重點是它有提供九層塔 九層塔真的很加分耶 那再來服務方面呢 我當然是覺得大哥壁是比較純熟一點點 因為畢竟他也開業非常多年了 那麼因為糖工是重新開幕 我覺得因為大部分的員工都是老人家 他們的記性沒有那麼好 所以真的是常忘東忘西 這一點可能大家就要體諒一下 畢竟我們在用餐的這段期間是試營運 我希望他九月的時候 可以稍微再改善一下 所以兩家的蒙古烤肉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參考 如果你們想要吃很多選擇的 那麼你們可以選擇大哥壁 如果你們想要專心吃肉 然後想要專心吃蒜菜白肉鍋的話 那你可以選擇糖工 因為他們的口味上 真的是比大哥壁更好吃耶 好的 以上兩家蒙古烤肉就分享給你們囉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家呢 也歡迎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啦 或是你們心目中有更厲害的蒙古烤肉 想要推薦給我的話呢 也歡迎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囉 好 那我們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 記得幫我按照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期待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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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